instead 我們看看它的音節 有一個母音 i 另外有一個是雙母音 ea 在這邊我們唸成 a 的音 所以這個字的音節我們先分看看 第一個唸成 in 第二個唸成 stead instead 中音節我們落在第二音節 我們唸成 instead 各位這邊要提醒一下同學 它的詞類是屬於副詞 它有個同義字叫做 rather 我們中文翻成代替 反而 我們來看第一個例句 can i have a beef sandwich instead of a cheeseburger? 它說呢 can i 我可以這樣子嗎? have a beef sandwich 我可不可以吃個牛肉三明治 而不怎麼樣呢?instead of 用來取代 好 注意那這 instead這個副詞呢 通常會跟介系詞 of 在一起並用 那這跟 of 在一起並用之後呢 它的後面呢 的詞類呢 來我們看一下 那個 instead of 後面可以接名詞 因為我們可以知道介系詞 後面要接名詞 那遇到動詞的時候呢 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就要用什麼動名詞 在這邊呢 先提醒一下同學 所以我可以吃牛肉三明治 而不吃漢堡嗎? 不要吃那個cheeseburger 其實漢堡嗎? 好 我們接下來看第二個例句 Joe didn't go out with his friends he worked all night instead 他說Joe呢 他沒有 go out with someone 就跟什麼人出去 他通常出去就出去玩咯 跟他的朋友出去 he worked all night 他一整夜 這個 all night 這個時間複製片一整夜 取而代之的 他沒有出去跟他朋友出去玩 反而怎麼樣呢? 用 instead這個字放在句尾 這邊特別要提醒同學的 那這個句子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兩個句子 給合併起來 在利用剛剛所講到的 instead of 我們可以把這個句子寫成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什麼東西呢? 就寫成呢 Joe worked all night instead of going out with his friends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嗎? Joe呢 worked all night 他有做的那件事情 就是整夜在工作 而沒有怎麼樣呢? instead of 好 後面剛才講過了 對不對? 他沒有做什麼事 沒有跟朋友出去玩 那在這邊的動詞是go 好 因為他前面有個off 所以我們把這個go 後面加上ing 就變成going 所以這個整個句子 那我們先看一遍 Joe didn't go out with his friends he worked all night instead 好 我們可以把它改成 Joe worked all night instead of going out with his friends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 這個屁股問是 其實這個屁股票 這個屁股票 就是在那屁股票